随着中国大陆南水北调工程通水进入倒计时 这项耗资5000亿 总工期长达50年的三峡孪生姐妹工程所引发的争议 又再度的被舆论所关注 人们发现当年反对这一工程的专家所担忧的问题和做出的预测 那么在工程即将收尾的今天都逐一的应验了 有些则成为无解的难题 而这些隐患在通水之后将会继续恶化 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因此水利专家王威乐指出 南水北调工程是比三峡更为可怕的工程 所谓南水北调 顾名思义就是将南方的水往北调的工程 通过东线西线中线三条运河 把长江的水输送到北方地区 这项工程最早的设想来源于1952年毛泽东意想天开的一句 南方水多北方水少 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 但工程自提出那一刻起便始终与巨大的争议相伴 持反对观点的专家学者们认为 南水北调工程将会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浩劫性破坏 包括导致水体污染扩大 血溪虫病被移 土壤炎自化 将水资源失衡 水生生物种群减少 甚至灭绝等等 而这些不利的影响自工程上马后已经逐渐险路 这个吊水以后肯定有些会对长江有点影响 吊出区跟掉落区都会有影响 吊水以后对长江的水量可能会减少 特别是中线对汉江中下游会有影响 这个是完全可能的 中线的话主要问题它就是水污染 据官方数据显示 南水北调的东线和中线沿线 要经过众多癌症高发区 而工程的建设又催生了无数癌症村 今年6月2号 南水北调工程山东东平巴里湾站试水 将大量北上污水放入东平湖 导致湖雨死绝 渔民跪地大哭 而这样的毒水将在2014年 全面进入北京天津等城市 对此香港苹果日报预言 南水北调工程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致癌工程 此外专家们还指出 南水北调工程诱发的地震等自然灾害 将严重危害沿线百姓的生命安全 刘素梅 徐里华等多名中国地震专家 在国际地球物理学报上发表文章预期 南水北调中线项目的水源地 丹江口水库一旦大坝加高 有可能触发四级以上的地震活动 另据有关数据显示 南水北调工程还造成了34万农业人口被迫迁移 数十万亩粮田沉入江底 由于安置条件差 失去耕地的移民生活极为悲惨凄凉 移民河南浙江移民在网上哭诉 移民后他们失去了平均每人三亩的耕地 和每家数间的瓦房 取而代之的是 每人每年仅有60元人民币的不住款 住在拥挤六语的豆腐渣安置房里 过着断粮缺水的生活 据估算南水北调饮水入京成本是每吨水10元 而目前海水淡化的成本在每吨4元左右 为何中共在众多专家学者极力反对的情况下 一意孤行坚持南水北调 至于南水北调工程以后的长远效益 范晓说中共当局完全不去考虑 专家们指出当局完全可以通过节水 制污 利用再生水等方式缓解中国当前的水危机 而不是采取南水北调这种拆东墙捕西墙的愚蠢做法 这样只能导致缺水范围扩大 直到全中国永久性缺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